梁思浩主持的節目直播靈接觸 這集請來殿堂級師傅鄧光華 一起探討落降頭的靈異事件 鄧師傅更職場作法 點起十一支蠟燭 塞落思浩的口中 進行食火添雲儀式 幫思浩淨化衰氣 全部觀眾看著 每個人都睜大口體 目定口呆 我真的沒想過師傅好勁 而且火又這麼大 你知不知道在我前面 有這麼大的火 眼眉毛沒有 沒有… 其實因為火越近 我怕我燒到你的眼眉毛 你的嘴是完全沒有事的 完全沒有事 你看我說話這麼清晰就知道了 完全沒有事 但原來人的生理反應 這麼大火放在你口中 我第一時間就是 你看到這些煙不停中 現在會否有一種通體舒暢的感覺 其實是有一個好像暖流的東西 放在我身上 這是挺特別的感覺 網民留言 我看到很瘋狂的留言 大家是說支持村長 安哥 在安哥吞火 那你就知道 TV的觀眾多疼我 是吧 想我好運 想我再加多運 那我賺到多些錢之後 又拿來做善事 OK 邵欣欣和丁玉叔 特地拉隊來餐場 思浩還搞笑話 欣欣姐年輕時 很多人垂研他的美式 所以他很多奇情故事分享 於是 任任姐一口答應 思浩會做嘉賓 很多人以前侯著他的美式 是… 是吧 我們說話都是亂說 有甚麼就說甚麼 不過我們是很真心說話的意思 是… 是… 他很小的時候 我已經認識他 是… 所以我們聊天 他叫我小小的 是… 很多很開心的事 是啊 思浩想開幾集 就是講你的經歷 不是 最重要是我們跟觀眾 觀眾看到會開心 最重要是 是啊 他又不會像師傅那樣 弄到我噴火 把我整個噴火龍 完蛋之後就… 我沒有這些事 近日 河山河太的辱麻情緣 成為社會熱話 坊間更曾經爆河太 以迷雲湯公勢 想得河山失魂落魄 鄧師傅和鸚鸚姐 都對這類事件有雷同見解 那種叫藥鋼 落藥是道理而已 迷雲鋼 都是落藥的 你現在不用了 即是吃了就真的中了 是的 你現在不用了 現在你都應該去看過一些新聞 一口煙噴噴你 叫你拿錢去銀行 一樣的 大家真的要小心 一樣的原理 是 一樣的 總之她每天都在 可能餵湯 就會這樣 是的 不是每天都餵 餵一次就夠了 餵一次就夠了 就聽完她說了 是的 晴鋼 晴鋼 這些別說 上我節目的時候才說 是… 陰陰姐真的有很多分享 陰陰姐被人落很多晴鋼 因為太多人喜歡她 當然不是 我沒有錄人鋼 我看著人錄鋼 臨鋼這天現身南京出席活動 吸引大批粉絲到場支持 阿鋼全程笑容滿面 非常親民 由阿鋼和蛇詩曼主演的家族 《榮耀之繼承者》正在熱播中 阿鋼和阿蛇在劇中火花十足 不僅觀眾看得投入 阿鋼自己也覺得演得很過癮 主要我們私底下真的太聰明 我每次跟阿蛇遇到新的劇本 新的角色 我們有一種默契就是 我們大概有七八成能拿捏到對方的整個 可能去把握這個角色的方向 不需要說對戲對很多 但我們大概… 大家每一場戲有什麼微調的話 我們都很清楚看這眼裡 就可以馬上做出各種調整 所以出來的話 就是… 我們自己都覺得 感覺有一種化學作用 最近你演唱的那個SF3000尺 這個有沒有什麼共鳴 其實我第一次作為歌手唱歌 就是唱這個劇集的這種插曲 主題曲 所以由自己有主演的一部作品的話 其實可以唱主題曲 就是一份… 一份幸運也是榮幸 因為可能我們能把… 就是劇裡面的一些感覺 能投放在歌曲裡面 阿楓早前跟新戲拍檔 一起去了康城電影節 新戲在當地大受歡迎 令阿楓也覺得很鼓舞 我們把這部電影帶給全世界觀眾之後 我們當… 在… 在那邊首映的時候 其實那份感動到現在 還一直延續下來 因為已經… 時隔11年香港電影 沒有在… 加拿電影節 這個國際上的電影節 就帶作品過去 那… 包括我們在現場 其實有一些… 主辦單位的一些高層 他們跟我們說的一句話 讓我們很感動 他們說 你們知道… 我們等了你們回來多少年 就這句話 我們到現在還… 還在感動中 那活動結束之後 有沒有打算去南京 哪裡逛一逛或者是外馬 我直接回去看女兒了 喔… 對 我一個半月沒見女兒 她… 我… 一定要趕緊這一回去看 最近人氣急升的吳韻龍 和剛剛榮星做婆婆的楊帕帕 這日一起出席講座 分享練舞經驗 Philip在新戲飾演大反派黃狗 表現超乎水準 不僅人氣急升 更獲舊愛中家欣大讚 兼送祝福 Philip都覺得很感恩 說到早前導演宣布 開拍電影前轉和後轉 Philip都說很期待 他還偷露了少許進展給大家聽 前轉以我所知 不關我們事 是說回古天樂、郭富城 他們的角色 即是他們之前發生的東西 後轉是專注於四子 城寨已經拆開了 他們是怎樣去生存的 有一次跟導演出去借票 也有觀眾問 我們挺喜歡黃狗 也很喜歡Philip 後轉有沒有他 導演說他也很希望跟我繼續合作 不過如果再合作 可能就會是另一個角色 即不是黃狗的角色 現在我想很初期這樣說 到時有甚麼改變 有甚麼計劃 我都不知道 總之如果是導演找我 我就會很樂意去做 Philip因為拍這部戲 而有不少意外收穫 他更想不到在戲中的造型 竟然被觀眾不以為是郭富城 我拍攝時也有聽過 真的嗎 有時某些角度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未拍這部戲之前也有人說過 還有可能會黏著鬍子 又戴著眼鏡 又長頭髮 可能我的臉形有少許相似 不過很感謝 因為他這麼英俊 別人這麼說 證明你也英俊 證明我很開心 最近經常臭孫為樂的胖胖姐 說起孫女就開心得見牙不見眼 她還說孫女很聰明 兩個月人仔已經聽得明白她說甚麼 剛才我出來要開工 我抱她時她會很開心 然後我說要走 然後叫她走 她好像很傷心 我想你已經有那種心態 就是不想離開她 其實剛才也有 我餵她吃奶 我說我餵她吃奶 然後休息 見我女兒休息 接著我就抱她 哎呀 糟了 那些時間都沒有了 我一會兒要出門口 我一會兒要化妝 我要甚麼 接著她很快要吃點奶 然後她去睡覺 一會兒被我醜 你會不會當她大一點的時候 可能真的會教她的功夫 我想過的 我想過 但是我希望她喜歡 如果她喜歡我 說話她很快就明白 如果你不喜歡 她說甚麼都不會明白 一年一度的慈善秀 萬眾同心公益金 將會在星期六 6月1日晚舉行 這日一眾大會司儀 以及演出嘉賓 現身記招宣佈表演內容 其中中年好聲音2的人氣王 譚輝智 就會破天荒 和好搶得的爸爸 父子蕩獻聲為慈善出力 而羅啟豪 也會和做過歌手的媽媽上陣 四位一起合作 連Ramond和輝智都覺得很新鮮 想著就是我們兩個合作 怎料他們又會想到 我們四位 即是Uncle和我媽媽 四位一起合作 我覺得很有新意 你們那部分都挺有趣的 好像整個表演 你們自己都有合作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我和啟豪會合唱 他們自己又會自己唱 他們自己各自又有得唱 我們四個又會有得唱 但你期不期待和爸爸 第一次在電視上一起合作 都挺期待的 都是一個 起碼留下的記憶 曾經和他同台過 其實都挺好 而鐘聲一唱像李佳 早前為前輩葉振棠合作的歌曲 也會在這個show上首次獻唱 講起唐哥的紅館告別show 街街都有幸參與 令他起出望外 很幸 今次可以參加唐哥的演唱會 是我第一次 所以我希望自己要努力一點 不可以讓大家失望 香港就要舉行紅館演唱會 現在都籌備成怎樣 七七八八的 初初原本的願意 就是希望全部的六個CD 那些嘉賓都可以幫我忙 阿華仔 阿倫 他們自己都有工作 甚至張偉健都是來不了 但是 另外有驚喜的就是 雷恩娜她居然從加拿大 特地飛回來幫我演唱會 還有大家很少見的 張特蘭 張特蘭 她都撞了鼻子力 真的很感激他們 關鋒兄最近被飛聞前身 早前被指和籃球員出身的 大隻無特兒Hugo拍拖 之後又被雜誌報道 說她被三個型男力追 孔德賢和張浩軒 成為新飛聞對象 這日花B也有回應 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還有大家嚇到 連Danny今天都不敢出來記者會 大家不要再這樣說他們 因為我沒有朋友了 還這麼久 是不是那四位男士 都沒有什麼發展空間 你都斬釘字跌 很缺絕 其實因為張仔和Danny 都是同事 一直都是同事 由入行以來已經認識了 至於另外Hugo 都是朋友 因為大家本身有很多朋友認識 都是一起去玩 所以沒有 如果有的話 都不會這麼快 因為要工作 而鐘聲2的唱將 亦專程為Show特別練兵 希望當晚籌多些善款 做一個Broadway 要趁我們公益今年的主題 要回到1968年 帶大家到夜上海的年代的感覺 一次過有幾個前輩 跟你一起合作 會不會有些壓力 非常非常感陰的 可以和前輩通報於王興平 林二汶 我的導師 希望不要失禮前輩的 我會不會拍呢 我會不會拍呢